桂林八角寨景区,丹霞奇观,自然瑰宝 桂林,这座以山水甲天下而闻名的城市 拥有着无数令人陶醉的自然景观 而在桂林的资源县 有一个神秘而壮观的地方,八角寨景区 它以其独特的丹霞地貌 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 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探寻 一、八角寨景区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渊源 八角寨景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资源县梅西镇大驼村 地处相跪边陲与湖南新宁县接壤 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 中国丹霞地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拥有着丰富的地质遗迹和独特的自然景观 八角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在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中 这里经历了多次地壳运动和风化侵蚀 形成了如今壮观的丹霞地貌 据考证 八角寨的丹霞地貌发育于距今约1亿年前的白厄纪时期 是中国南方典型的丹霞地貌代表之一 在历史的长河中 八角寨也留下了许多人文遗迹 这里曾是古代军事要塞 也是宗教文化的重要传播地 古老的寺庙、山寨遗址等 见证了八角寨的辉煌历史和文化传承 二、八角寨景区的自然景观 齐风一时 八角寨以其齐风一时而闻名于世 景区内的山峰形态各异 有的如利剑直插云霄 有的四巨龙昂首腾飞 有的像雄狮威武咆哮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龙级天梯 这是一条狭窄而陡峭的山脊 宛如一条巨龙的脊背 两侧是万丈深渊 令人胆战心惊 登上龙级天梯 仿佛置身于云端之上 俯瞰着脚下的壮丽景色 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还有鲸鱼闹海 在雨过天晴 云雾缭绕的时候 一座座山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就像一群鲸鱼在大海中嬉戏 场面十分壮观 此外还有降龙庵仙人下棋 龙头香等众多棋风一时 每一处都有着独特的传说和故事 让人浮想连篇 丹霞赤壁 八角寨的丹霞地貌 以赤壁丹崖为特色 山体呈红色 犹如被烈火焚烧过一般 这些赤壁丹崖 有的高达数百米 气势磅礴 有的则如画卷般展开 细腻而精美 在阳光的照耀下 丹霞赤壁溢溢生辉 色彩斑斓 仿佛是大自然用画笔描绘出的 一幅壮丽画卷 峡谷幽灵 景区内还有许多幽深的峡谷 和茂密的森林 峡谷中溪水潺潺 清澈见底 两岸绿树成荫 野花盛开 漫步在峡谷中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听着鸟的歌声 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 森林中生长着各种珍稀的植物 如红豆山 银杏 南木等 是一个天然的植物宝库 云海日出 八角寨的云海日出 也是一大奇观 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 洒在八角寨的山顶上时 云雾在山间涌动 形成了一片浩瀚的云海 太阳从云海中缓缓升起 金色的阳光 洒在丹霞翅壁上 整个景区 仿佛被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 美不胜收 三 八角寨景区的历史文化 祥隆安 祥隆安位于八角寨的山腰处 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 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安内供奉着观音菩萨等神像 香火旺盛 祥隆安的建筑风格古朴典雅 与周围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这里不仅是一个宗教圣地 也是一个历史文化遗迹 见证了八角寨的沧桑岁月 云台寺 云台寺位于八角寨的主峰上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 寺庙建筑宏伟壮观 气势非凡 站在云台寺前 可以俯瞰整个八角寨景区的壮丽景色 让人感受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 云台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 历经多次修缮和重建 如今已成为八角寨景区的一个重要景点 古寨遗址 在八角寨的山上还可以看到一些古寨遗址 这些古寨是古代人们为了躲避战乱而修建的 如今虽然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 但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的繁华与辉煌 古寨遗址见证了八角寨的历史变迁 也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的窗口 四、八角寨景区的门票与交通路线、门票信息 八角寨景区的门票价格为成人票80元人 学生、老人、军人等特殊群体可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具体优惠幅度可在景区官网或售票窗口查询 交通路线1、自驾路线 从桂林出发沿G322国道行驶至资源线 然后转X144线到前往梅西镇 再沿着景区指示牌即可到达八角寨景区 全程约130公里、车程约3小时 从湖南新宁县出发 沿S218省道行驶至八角寨景区 全程约30公里 车程约1小时 2、公共交通路线 从桂林汽车站乘坐前往资源线的班车 每天有多趟班车往返 车程约3小时 到达资源线后再转乘前往梅西镇的班车 然后在梅西镇乘坐摩托车或三轮车前往八角寨景区 从湖南新宁汽车站乘坐前往八角寨景区的班车 每天也有多趟班车往返 车程约1小时 5、八角寨景区的旅游攻略 最佳旅游时间 八角寨景区四季皆宜旅游 但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景色 春季山上野花盛开 生机勃勃 夏季气候凉爽是避暑的好去处 秋季风叶变红 丹崖赤壁与红叶相应成去 美不胜收 冬季银庄素果 别有一番风味 游玩路线推荐 一日游 游客中心 降龙安 龙极天梯 八角寨主峰 云台寺 下山两日游 第一天 游客中心 降龙安 峡谷幽灵 住宿 第二天早起观看云海日出 龙极天梯 八角寨主峰 云台寺 下山桂林八角寨景区 是一个极自然景观 历史文化和人文风情 于一体的旅游胜地 这里有雄奇险峻的山峰 壮观的丹霞地貌 古老的寺庄 古老的寺庙遗迹和美丽的自然风光 来到这里 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领略到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体验到人文风情的独特魅力 无论是摄影爱好者 历史文化爱好者还是自然爱好者 都能在八角寨景区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和感动 快来八角寨景区 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吧